阿蘇他是正老蕭,他想要請教老師 他說他聽我們的節目 其實老蕭最近有比較漂亮 但是還在學習當中 他有購買了硝酸鈣還有生棗樹 因為剛才這幾天有勉強 是不是這兩項要放在一起來使用 阿蕭民的噴蛋白有味噌 這個硝酸鈣,這個硝酸鈣 我們熱人因為很容易缺點 這個東西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在熱的時候 尤其是有像現在這幾天 尤其是天氣 你看到人覺得很熱身 那種天氣做不到很容易缺點 怎麼說叫做很熱身 其實我們人也不一定很怕熱 我們怕熱身,做不到也是一樣 因為你如果熱身有風在吹 風濕吹吹吹吹吹吹 我們流一點冷就好 現在你如果是熱身 熱身就很高 比如說像這幾天 受到太平洋隔音的影響 又受到西南風的影響 所以剛才熱身的熱身 還有隔溫 這個時候就很容易缺點 所以我們就是用一點硝酸鈣 來幫他做一個補充 所以你現在要烙燈 烙燈下來的時候 最好就是因為烙燈下來 一百塊給他更快 所以我們會建議說 你在土地裡 你如果是去灌一層 審找術給他開金 這如果是有必要 就是幫他處理一遍 這應該他的近路的行動 比較好一點 在蝦咪 蝦咪你就是用這個 蝦米蘇 他比較怕熱 這個比較熱 你就大概就是八百一千杯 配合這個硝酸鈣 硝酸鈣 硝酸鈣在那裡用蝦咪以外 他也可以用罐頭 你這樣頂著作用 因為這個硝酸鈣 他在那裡補鈣 補鈣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他有硝酸 這個硝酸就是 我們說的硝酸就是淡手 它是一個很快速的硝酸鈣 我們不要用太多 譬如說你如果是要灌 灌在頭下的時候 我們正常在用 大概兩百倍三百倍 你如果兩百倍來用 剛才一公斤 剛才一公斤 因為我們在灌 大概如果是一公斤 灌兩百水來灌 就很好灌 所以你就是 這個兩百水 那一公斤 要把它拉拉 或者是生草素 生草素大概就是 這個硝酸鈣 這大概 你在用的時候 就是八百倍 五百到八百倍 灌頭 你把它灌一下 這樣起來 它金螺 再來有一點營養 吃 這個速度就很快 你如果是有 正常在用榮林駿 這一年差不多四倍 四倍至五倍 這通常如果是 烙燈 你把它放一倍 讓它金 附近有更多榮林駿 你如果當時都在用一年 就差不多四倍 大概三個月一次 這個量度有夠 就是這樣 這個硝酸鈣 你可以用玉米蘇以外 你可以加一些小酸鈣 小酸鈣噴硝酸鈣 效果很好 它對手在出來 比較不會外套 所以對手在出來 它比較不會外套 它的硝子 因為比較不會缺障 比較不會缺障 這個硝子很難吃 因為熱 如果是在這種硝子 這個硝子比較會完巧 所以這有好朋友 知道就是說 有的人說 奇怪 柔的硝子都很會完巧 這其實不是只有硝子 這樣 所以主要是硝子 比較硝子 就是這樣 以這種老硝子來說 它本身對改的利用論 其實很好 就是說 在這個環境裡面是這個上 因為它是在這個熱帶雨林的這種作品 所以這東西對它改的利用率很好 所以我們要讓它稍微補一頓 這問題就改善改 你可以把它試試看嗎 這一次你就知道 這個效果 這個效果 這個效果非常非常明顯 所以你可以把它試試看 因為老硝子 隨時都在變化 所以 因為它需要的這個硝子 這個量 這個非常多 我們讓它很大的硝子 它就比較容易欠改 所以真的 你如果覺得很熱的時候 你會稍微補一頓 它會稍微補一頓 它通常是很快 就可以改善 所以 這可以讓你稍微補一頓 了解 所以老硝子 你可以用這個硝子 土甲底 你就用前面綠藻 給它開金 因為綠藻有這種東西 有一個 這個天然的這種生長物資 什麼叫做天然的生長天然 這個生中物質 這個東西就是細胞分類素 你如果聽聽聽聽聽人 在說細胞分類素 細胞分類素 其實那是一個開金 有的說開金不是IAA NAA NAA是人工合成的 IAA是天然的 這個IAA在這個效果裡面就有 在前面綠藻裡面有這個東西 還有一個就是細胞分類素 細胞分類素 主要是這樣 你可以跟它企劃一下 應該效果會很明顯 這東西就是剛好就好 不要太多 這個基本上是這樣做 這可以讓我們好朋友 做一些參考